武漢肺炎疫情衝擊馬來西亞 吉隆坡台商會長魏早晉發動募款 要替大馬一線醫護人員補充物資 消息一出獲大批同業支持 一共募到15萬令吉 約薪台幣104萬 用來購買防護衣 口罩等醫療物品 全數捐給新周日報基金會 由他們轉交給急需物資的醫療院所 我們台商朋友在馬來西亞這邊 做事業其實我們都是基於一個 取資社會 用資社會的這樣一個精神 在馬來西亞任何 如果有任何的天災或什麼情況之下 我們都是非常積極的 因為馬來西亞已經是我們的第二個家 大馬節自11號上午 國內確診4346人 死亡人數達70人 由於病例數持續增加 總理慕尤丁日前宣布將延長行動管制 到28號為止 全國商業機關關閉 台商經營的製造業也受到波及 在對企業界的這些配套措施呢 沒有辦法想到非常的周全 關於說什麼行業該停工啦 或者說關於這個所謂的 這個薪資的問題怎麼來解決呢 我覺得這個部分都是應該在 可以再加強的 停工對我們的影響會有的 所以我們也盡量希望說政府 當在疫情好一點有控制的時候能夠盡量恢復 那個工作 目前口罩各處遺照難求 為照顧台灣僑民健康 駐馬代表處表示 目前已統計僑民口罩需求量 下週將從台灣運口罩到大馬 我們台灣大概有16000多片會寄到馬來西亞來 然後由大家來買 然後第二部分就是台灣已經開放 那個二親等以內的親屬 在台灣可以購買醫療用的口罩 然後寄到海外來 駐馬代表處表示 如果沒有二親等親屬能協助寄送 喬委會也將開放團體登記口罩 協助購買提供給僑民 二親等待 一親等待 5親等待 一親等待 三親等待 三親等待 其保護稲 二親等待 二親等待